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姨嫂来了 后头跟着四百人 她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丽雅 拉杰和两个使女 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 丽雅和她的孩子们在后头 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 她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 一连七次浮浮在地 才就近她哥哥 姨嫂跑来迎接她 将她抱住 又搂着她的景象 与她亲嘴 两个人就哭了 姨嫂举目看见妇人孩子 就说 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 雅各说 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 于是 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 丽雅和她的孩子也前来下拜 随后 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 姨嫂说 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 雅各说 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 姨嫂说 兄弟啊 我的已经够了 你的人归你吧 雅各说 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如同见了神的面 并且你容纳了我 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 因为神恩待我 使我充足 雅各再三地求她 她才收下了 姨嫂说 我们可以起身前往 我在你前头走 雅各对她说 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 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 若是催赶一天 群畜都必死了 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 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 慢慢地前行 只走到西尔我主那里 姨嫂说 容我把跟随我的人 留几个在你这里 雅各说 何必呢 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 于是也早当日起行 回往西尔去了 雅各就往舒哥去 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 又为牲畜搭棚 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 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世建城 在城东直达帐篷 就用一百块银子向世建的父亲 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 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其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反思 伊嫂等了二十年的仇 终于可以报了 虽然过了这么久 伊嫂心中的苦毒 仍然没有放下 很多人也是如此 内心有仇恨和苦毒 是很可怕的 辞着架的祝福 就是和好的信息 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 不要让苦毒破坏你这一生 雅各经历了神 与神和好 而在这一刻 就要和自己的哥哥和好 要开始看到和解的大能 他把自己的产业分配好 送给哥哥来安抚他的心情 当伊嫂来到的时候 怒气就消失了 我们要在这里学习 领受神赐的恩典 让我们生命得到更大的突破 一 接受礼物 雅各送礼的举动 安抚了哥哥的怒气 他才能得到和解 同样的 耶稣把自己献上 神对世人的怒气 就被安抚了 我们也要学习 在任何的恩怨和冲突 愿意接受别人的道歉 不要让苦毒毁灭你的生命 二 饶恕过犯 饶恕的功课 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 饶恕可以马上 不代表信任能够 我们要需要时间 重新信任一个人 但是 要学会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饶恕的心 才会让苦毒复制 三 和睦共处 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与人和好 一个家 就是要看到 有和睦的祝福 不要因为一些小事 而争吵 带着和好的信息 传递神的爱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感谢你让我有和好的祝福 帮助孩子 看到你的恩典 教导孩子 不要让苦毒增加 而是让爱增加在我的心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